娱乐圈中的杨子可真算得上是同兴出道了 他在家有儿女中演艺下雪这一角色 人物性格拿捏得非常好 也为他收获了一小撮粉丝 这部剧也陪伴很多人度过了童年 宋丹丹老师很多年前曾经评价过杨子 他的长相不太适合在娱乐圈里面立足 而杨子为了他的梦想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磨练演技 近些年来的作品也都可圈可点 还在评价杨子没有女主脸吗 看他换上裙装的样子 简直太美了 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杨子 不仅在身材上有很大的变化 在颜值和气质方面也有了很高的提升 成熟的女人与女孩相比 会多一丝成熟的气韵 杨子从家有儿女时小姐姐的形象 转变成今天有气质的女神级别的人气偶像 他的穿衣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简单的体恤短裤变成了优雅的裙装 其中有几点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一 漏肩款的长裙能为整体造型增添魅力 减肥成功的杨子穿上这一款衣服格外稀情 第二 不规则裙摆的使用 在一些模特走秀时装周上 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衣服的裙摆造型都是不规则设计的 杨子穿着这一件不规则设计的粉色小裙子 让她看起来宛如一位可爱的人鱼公主 白色的体恤和浅蓝色的牛仔裤 本来是最最普通的装扮 而杨子非常个性地选择了一件浅绿色的格子衬衫系在肩膀上 有一种空中飞人的俏皮感 搭配上深棕色镜片的点缀 整个人看起来炫酷十足 一个人的长相是上天注定的 但是气质和品味可以通过后天来培养 杨子作为先天条件并不是非常优秀的女明星 最终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成功地成为了女一号 她的作品都备受好评 在剧中的人物塑造水平也拿捏得很好 在日常生活中的私服也有很多人去模仿 这样的人生赢家怎能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呢 在日常生活中的私服也有很多人去模仿